台中市民逢甲大学传出上百位学生集体遭诈骗 受害学生家长控诉 整起诈骗嫌犯计划非常缜密 嫌犯称是投资3C产品 学生无需付任何费用 只要签下无卡分歧贷款契约 就能拿到5000元现金 等到融资公司上门催讨 学生才惊觉受骗 在前几期他都会付款 所以这些持续付款的过程中 会清偿一些贷款 所以清偿贷款过程中 同学觉得说 他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可能就变成了另外一个 去邀约其他同学受害的一个人 我们掌握的话 总共是有81件像这样子的情况 下方出面证实 10月中旬接获第一起学生通报 在去年5月跟对方签约 累积够有81人通报 目前人在持续清查有多少人受害 实际走一趟通讯航 拉下铁门就有贴出公告 强调嫌犯是冒用店名误导他人 根本不是店员 会有一个类似的 有一个带头 然后带他们进去 就是应该是填滞掉还是什么 警方接触受害学生通报 已经掌握嫌犯身份 介入侦办 也呼吁受害学生出面报案 校方持续宣导 要学生提高警觉 别轻信他人 出估受害学生 至少超过百人 今次黄金教占领排出报道